好 我來看一下這題 他說更號5 借這兩個數字之間 求K是多少 你這樣子看 不容易看 老師想請我們一下這題怎麼做 我們把它劃緊一下好不好 行不喜歡分5 不喜歡 所以把它同乘11好不好 所以K會借多少 11更號5 到K加1之間 對不對 所以說把它同乘11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 K會借於11更號5 到底K加1之間 老師問你11可以變幾 11 11更號5怎麼還寫 11可以寫幾 更號121 乘上更號5 老師想請我們一下 對吧 乘起來是更號多少 11可以寫幾 11可以寫更號多少 121嘛 所以說再乘上更號5嘛 所以更號多少 605 這樣行不行 好 所以說麻煩把更號605 開出來好不好 所以這裡搞半片要幹嘛 開更號6 更號多少 605這樣行不行 要怎麼開 我們慢慢逼氣好不好 20的平方四起 400 30的平方四起 900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 可以齁 好 所以說605嘛 是借這樣之間 好 再從中間 25平方四起 625 欸 所以說605 會借這塊數字之間 對不對 可不可以齁 好 會比較靠近20這邊 還是比較靠近25這邊 它是605嘛 是比較靠近25這邊 所以說往下轉一個 224的平方四起 224乘224 576 欸 所以說605 對吧 開出來自己 更號605開出來自己 會比24大 但是我們到25 沒有 所以它開出來大概自己 24點 多 是不是曉得 所以說告訴我 K就是幾 24 所以說這個數字會借 24到幾之間 25之間 OK